大家好啊 这一期啊 开场先说说 还是啊 老节目说说这个 袁腾飞老师 最新一期啊 瑞士因为军事强大 所以独立 那么袁老师啊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他说出这种话 据我所知瑞士啊 没有打过一场真正像样的战争 那何来军事强大呢 另外现在瑞士军队里啊 他的主力是什么 是斯拉夫军团 是从南斯拉夫和东欧 一批移民过去的 老兵啊 在俄军呢 南斯拉夫军队里服过役的老兵 为主的这群啊 这群人组成的战斗力 瑞士本国的军队啊 战斗力啊 从来没有被检验过啊 所以啊 何来什么瑞士军队军事强大 他没打过什么硬仗啊 没有被证实过 他能打啊 另外现在是什么 导弹啊 核武器啊 你拿人堆啊 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那么来回打呀 没有意义了 已经都是见不到面啊 直接就是导弹互相打了 这个情况下 瑞士啊 你说他的军事实力啊 有多强 我觉得袁老师自己如果思考 有思考能力啊 是不是 导弹和什么 和几百万拿着枪的士兵比啊 还是导弹比士兵厉害 因为导弹呢 可以无差别覆盖 但据我所知啊 瑞士的导弹 不如他周边那些国家的多啊 那你说瑞士军事实力强大啊 因为他军事实力强大 所以什么 所以瑞士啊 他中立 我觉得袁老师啊 你说反了 瑞士首先因为他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中立 因为什么 他不干预别的国家政治 他呀 谁也不管 我过自己的日子 明白吧 就是因为他不干预别的国家的军事 政治啊 经济 我不干预 我都与你们合作 所以才能活到现在 另外这里边有个底层逻辑的错误啊 袁老师啊 你说这个瑞士军队强大 还是美军强大 如果你说是因为他 军事实力强大 他呀 所以才什么 变成中立国 永久中立国 那你说美国 为什么不变成永久中立国呢 袁老师 你能回答我吗 美军和瑞士军队比谁强大 当然是美军强大 那美军为什么不变成中立国家 美军为什么要参与全世界的战争 能听明白吧 为什么 很简单啊 那些战争跟美国都有关系 他要干涉别的国家内政 干涉别的国家的经济发展 军事发展 所以啊 你都能看到美军的影子 但是你看不到瑞士军队的影子 在全世界 这就是底层逻辑 如果袁老师一定要强大 是因为瑞士军队强大了 所以才中立啊 那你就是在打美国人的脸呢 美国军队强大 但是他不中立 为什么 他要干预别的国家 是不是 打美国脸 美国军事比瑞士还强大 但是他不中立 你也打了瑞士的脸呢 为什么 瑞士中立 不是因为军事强大 美军比瑞士军队还要强大 但是他不中立 所以啊 这个逻辑说完以后啊 袁老师啊 袁老师的说法 并不是唯一的答案 今天这节目啊 也不是为了怼什么 怼袁腾飞 我只要告诉大家一个 更高一层的底层逻辑 这个世界没有真相 你到袁腾飞 到那些大V啊 什么 著名的某些专家那儿啊 你也得不到世界的真相 这个世界的真相 没有几个人知道 甚至没有 我怀疑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看 你从我这儿听了一些的 就能把袁腾飞 是不是 也能怼他 因为我说的东西 袁腾飞也说不出来 所以啊 在我这儿 你也找不到真相 在袁腾飞那儿 你也找不到真相 那么今天啊 说点什么吧 说点干货吧 我这个频道啊 萨莎这几个频道 有可能做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油管啊 这个已经效忠了 美国军队 美国国防部的 这个谷歌油管啊 要准备整我们了啊 整我们这帮空降兵了 肯定首先拿我这个 是吧 萨莎开刀 可能啊 这是最后一期了 我说有可能啊 我还是抱着比较客观的态度吧 有可能 如果我的频道啊 以后你再也看不到了 是不是 那咱们就是最后一次见面 一年了啊 我也值了 是不是 反正都是空降兵 无所谓了 我啊 做这节目的中心目的 是希望大家看到 一个更完整的世界 不要被某一些大V啊 从他那儿以为就了解了世界的全貌 以为就知道世界的真相 是不是 你从我刚才怼袁腾飞 你就看到了 袁腾飞也不知道世界的真相 但是他可以说 那你啊 从我这儿也能得到一部分什么 哎 我的世界观里边的真相 但是也不是全部 如果看我节目的 你们哪一天啊 有能力了 你们知道了世界的真相 我是希望啊 我希望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世界的真相 告诉我们这帮啊 五毛也好 我们这帮老百姓也好 世界的真相 我们呢都是普通人 我们也不知道世界的真相 但我们希望知道 我们希望啊 不被那帮大V啊 带忽悠了 是不是 带着我们啊 进入他的世界 进入他的真相 所以你们啊 有一天你们能了 你们平了啊 你们离这个真相越来越近了 甚至知道真相了 你告诉我一声 你告诉我一声啊 你也想一想 2019年有这么一个夏天 是不是 有一个五毛啊 陪你们一起战斗了 一下天啊 现在虽然呢 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 陪你们战斗了 也啊 是不是 说了他自己世界观 虽然不是真相 但是他给了你另外一个选择 不被那帮大V啊 忽悠着走 是不是 你们以后知道真相了 你别忘了告诉我 我也希望知道真相 哎呀 说到这都快哭了啊 舍不得大家啊 油管油管啊 上面有那个各种条例啊 我也不能触犯 说一个梦吧 做了梦了 做了梦了 梦见谁了 梦见 约翰哈佛了啊 就我去哈佛大学那个校长 焦哈佛 是不是 又梦见张良了 是不是 这两位啊 都拍拍我肩膀 说你不错啊 那个哈佛说了 你啊 比现在哈佛大学里那帮人啊 强多了 他们啊 只为了美国利益服务 说一些是不是 假的真相给全世界人听 洗脑嘛 愚民 他们可不是真正的啊 哈佛追求的啊 真正的什么 客观呢 中立呀 独立思考 他们不追求这个 他们只追求美国利益之上 这个张良也跟我说了啊 张良说了 你小的也不错啊 也知道道家思想里的一部分了 要把我带一带 是不是 继续跟他学一学 哎呀 我呢 就跟这二位说了一句 是不是 现在这个星球大战不挺火的吗 我就来一句 什么 Messasha Be with you 最后再补充一句啊 有时提议让我去国内的网站发视频啊 继续发 首先不是我不能发啊 我发了也上不去 因为我的言论啊 在国内啊 审查第一关就被那些编辑给刷下来了 是发不出去的啊 我也理解 国内啊 不希望过大的政治化啊 所以呢 像政治讨论的这些东西啊 他肯定会审查的非常严 我也理解 我没有意见 所以我呀 是不是 我到国外的网站上去发 我不触犯中国的法律 到国外网站发 嗯 但是现在啊 这个标榜最自由民主的 这个YouTube吧 啊 美国的网站 也要封我了 嗯 走之前啊 最后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 也许是啊 你看 这两个啊 国家都不允许我发 才恰恰说明了 是不是 左右都不支持我 那么 我只是那个什么 独立出来的人 我是那个什么 站在中间最孤独的那个人 那么这个最孤独的人呢 是不是 跟你啊 说了快一年了 我希望你从我的话里边啊 能让你自己独立思考 能让你们自己独立思考啊 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啊 希望 你们看到我视频以后 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能培养出来你的独立思考能力 可能也就是因为我这一点吧 两边呢 都不允许我发视频 是吧 那些标榜自己客观中立的啊 结果被我是不是把底裤都拔了 这也是我那些观众可能看我的原因吧 是不是 我也不能说我就是尊正客观的 我根本啊 我也说实话了 我不客观 我也不中立 我从来不说我自己客观中立 但是最后事实呢 是共产党也不喜欢我的发言 是美国也不喜欢我的发言 对吧 所以到最后啊 那就是啊 我用事实证明了啊 我到底站在哪一边 我站在中间这边 行了 不多说了啊 不多说了 哎呀 很多大V说自己啊 客观中立啊 但事实是最后呢 他的视频是不是 永远不会被封啊 共产党封他 美国不封的 美国封的 共产党不封的 我啊 被两边都封啊 我 我就是因为被两边都封 所以我啊 我觉得我是站在这个 最孤独的位置上 但是很好啊 有这帮网友陪着我 你们看一乐就行了啊 2019年 从冬天 又陪你到另一个冬天 我这个空降兵啊 早晚也是 是不是 也是要埋在这个坑里的啊 所以呢 最后一个视频 如果是最后一个视频呢 咱说点真心话 我就希望你们 是不是 别被人家带了节奏 能独立啊 客观的看这个世界 多了解一下这个世界 然后再发表你的意见 不要被任何人带了节奏 不要被任何人带着走 如果你发现了世界的真相 麻烦你告诉我一声 我也非常感谢你 哎呀 很多大卫耶说了 扒人家底裤是吧 我扒你底裤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这个世界 我说了没有真相 你那底裤 到底扒妹扒下来 谁也不知道 不多说了 可能是最后一期 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期 油管 这个油管非常有意思 很多人捍卫油管 说油管是不是 言论自由 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 但是我的消失啊 我觉得我从油管上的消失啊 就可以证明了啊 实际美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可能因为我的啊 我的离开 也让你们看清了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觉得我不差 我不比斯诺登差呀 斯诺登不让你看到美国另一面了吗 所以我觉得我值了啊 我这么一个小咖是不是 小空降兵早晚呢 是不是也得阵亡呢 那么我先走了 各位啊 还有各位五毛 我先走一步了 哎呀 最后说一句什么呢 还是那句吧 星球大战 我希望各位 也啊 抱着这个真正的啊 真正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去看这个世界 最强大的国家 怎么对付啊 怎么对付我的啊 我也不用你替我报仇啊 这是他必然做的 我说了历史 历史的必然啊 冥冥之中 在历史的必然里面都是有 都会发生 他呀 对我下手也是必然的 因为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历史的 一个必然经过 我如果你不懂啊 可以看我之前那几期历史节目啊 世界的 是不是 工厂到世界的市场 美国人肯定也要干他自己该干的事 我完全理解啊 美国人该干他的 痛下杀手 最后啊 说一句吧 还是那位 还是那句最经典的啊 星球大战的台词 我觉得很好啊 希望你能领会到这里边的意思 美萨沙 比威自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